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今天成了全球聚焦的人物 那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曼哈顿大陪审团 在30号投票决定起诉特朗普 让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总统 而起诉的原因呢 跟美国宴刑的封口费有关 那200多年来 美国总统之位神圣不可侵犯 即便是身陷丑闻 总统也能够在任职期间 甚至卸任以后免于起诉 而特朗普成为美国这场大戏的男主角 要从一则桃色新闻开始说起 2016年大选前夕 美国艳星丹尼尔斯呢 原本计划要向媒体爆料 10年前他自己跟时任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发生婚外情的这个香艳缠绵故事 那当时身为特朗普私人律师的科恩 就向他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 要他闭嘴 然而这笔钱呢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啊 却从竞选基金当中 以法律名誉 这个法律费用的名目呢 给爆销了 那之后美国联邦检察官 对科恩提出指控 指他犯下了竞选财务罪 而科恩就表示 自己是在特朗普的指示下 支付封口费的 也因为科恩的这个重要恐攻 让曼哈顿大陪审团决定 起诉特朗普 消息传开之后呢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当中强调 他说他完全无辜 否认有不当行为 他形容曼哈顿大陪审团的投票啊 是历史上最高水平的政治迫害 跟选举干预 也是民主党为了摧毁他 所做的一系列努力的最新行动 那特朗普还指控民主党 把美国司法系统武器化 也惩罚政治对手 而这个对手呢 正好是美国总统 已经目前为止 最领先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那而参选人 而这起事件的当事人呢 也很快地做出了回应 作为案件的核心证人 被指背叛特朗普的 前私人律师科恩就表示 在美国历史上呢 美国总统第一次被起诉 那他对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感到欣慰 就算是前美国总统也不行 而他也强调 问责很重要 他将会坚持他的证词 还有证据 那由于现阶段 大家还不知道 起诉书的内容 因此也无法知道 对特朗普的具体指控是什么 不过预料 未来几天公开之后 特朗普将会需要 前往曼塔顿法院 进行指纹采集等等的程序 那不过特朗普被控的消息呢 在美国国内 已经引起了两极化的反应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证实将被提供的消息传开之后 大批媒体聚集在纽约曼塔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外 等候最新消息 而负责这起诉讼的检察官在布出办公室时 是直接上车离开 没有发言 而一群支持纽约大陪审团决定的示威者 也在现场立踩特朗普 他们还有备而来 高举显眼的布条和纸板 写着就是现在了 特朗普有罪等等的口号 现场还有人把巨型的黑色布条 铺在路面 嘲讽特朗普总是说谎 甚至有受访民众不客气地说 特朗普的报应终于到了 至于同样位于纽约的特朗普大厦外 则风平浪静 除了警车巡逻之外 没有看到有任何特朗普粉丝声援的踪影 但有消息指 特朗普目前仍在佛罗里达州 棕榈湾的马阿拉哥俱乐部别墅里 跟亲信商讨下一步棋怎么走 而在别墅外围地区 也有零星的支持者 回舞其支力挺特朗普 特朗普正为美国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 为美国政坛投下了震撼弹 而外界关注的是 他是不是还能够在2024年卷土重来 那根据卫报的报道 特朗普现在是希望借这个机会 来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 希望在上庭的时候戴上手铐 那甚至不在乎自己可能成为刑事的目标 还说如果他中枪 那他就会变成劣势 这就有可能因此而胜出2024年的大选 那而如果特朗普真的成为首位被刑事罪 就是被控刑事罪的美国前总统的话 会不会打击他出战2024年总统大选呢 他还可以参选吗 有学者就指出 即使特朗普被起诉 甚至被定罪 他还是能够参选总统的 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哈森指出 根据美国宪法 总统候选人只需要符合三个条件 分别是出生的时候你必须是美国公民 你至少年满35岁 还有在美国居住至少14年 那法律也没有规定 阻止罪名成立的犯人去禁选 还有担任总统 因此理论上 不论特朗普是遭到起诉或者是定罪 都没有办法阻止他继续竞选总统 而根据目前的民调跟数字 特朗普目前是处于明显的优势 而且还有可能因为这次被起诉 而让支持度进一步上升 根据霍氏新闻的最新民调 那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是为54% 抛离他的主要对手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大概30% 而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也十分类似 47%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 33%支持德桑蒂斯 而前副总统彭斯 支持度只有5% 而外界普遍认为 那这次的起诉不会对特朗普的支持度构成影响 反之他还很乐意利用这次的起诉作为宣传 让他再次站在美光灯下 拉拢更多的共和党选民支持